因为这些念头是暂时显现的 再举一个例子 Galang,对不起 Galang,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霓虹灯 有没有看到霓虹灯,灯这样跑 到处跑,对不对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准备霓虹灯的照片 因为我今天准备太多的东西了 霓虹灯,你看哦 你去看,有很多霓虹灯 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一亮,一闪一亮 你注意看,下次你回去试试看 拿两张纸 把两个霓虹灯按点 你看到中间的霓虹灯啊 它根本没有跑 它就是一闪一灭 一闪一灭,一闪一灭 我再讲一遍 拿两张纸 把旁边左右的霓虹灯干起来 中间那个霓虹灯 你会看它只是一闪一灭 一闪一灭 然后你一放的时候 你就感觉它好像在跑 其实它根本没有跑 它就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让你很快 感觉就有一个人在跑 我们的念头就是这样 让你从早到晚 一直想想想想 所以有一个呢 我在思考 其实是没有一个我的 这个有点深 你必须要真正静坐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念头的时候 你才知道 真的本来就没有我 那时候你会很感动的呢 释迦牟尼佛讲 无我法是真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法 通通都是真的 你不要去怀疑 只是说我们的凡夫 心比较乱 没有用功的去羞耻 你没有证悟到那个境界而已 所以当一个念头 跟一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心中自信的光芒 就像大日如来一样 它就会放光 所以有些连友会说 师父我静坐静坐 那三个小 半个小时 然后越坐越久 越欢喜 一个小时 我最后觉得身体没有了 就在一片光明当中 答案这是正确的展修 佛经上就是这样写的 不过你不要执着 一跑出来 耶 我看到了光芒 第二天光就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炫耀心 遮住了你的自信的光芒 好 所以请看 76页第四行 余中这三种三摩地 一般人都是哪一种 究竟正德呢 第一个 请看幻灯片 我把它分ABC 我今天加上去 第一个 从出发心的菩萨的凡夫 一直多生多节修啊 最容易修的是什么呢 色攀缘三摩地 因为我们有眼睛 尤其是我们人道的众生 天上的天人 也很容易修色攀缘三摩地 因为天上的人呢 他有听眼通 他有很多的功德力 他的禅定力 比我们人间的凡夫呢 还更深 所以他一修啊 色攀缘三摩地啊 他就可以修成 第二类 从凡夫 正入到圣人的位置 就已入行者 已进入圣人 这个行列的行者 就是出地菩萨 到七地菩萨 常常是修什么呢 法攀缘三摩地 他修佛的 无量的悲心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愿力 十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这些所有的 无量无边功德 他就很能够意念 第三类 要真到得到八地 无生法忍的人呢 才会就近圆满 叫无攀缘三摩地 那你刚刚说 师父 无攀缘不是波尔波罗蜜呢 那为什么要到八地呢 听好 八地是就近圆满 当然我们凡夫 假如你读波尔经 修空观 你也会修到一点点的 无攀缘三摩地 会 不过他很短暂 你没办法持续 对不对 就像有个小孩子 比如过冻儿 对不对 你桌上有很多巧克力 糖果 你给他一个 他很高兴 他会跑过来呢 他就会跟你说 爸爸妈妈 刚才我给你 你给我了 现在我左手没有 刚才是给右手 对不对 好你给他的第二个 对不对 然后他拿了 再过一下呢 他就跟他说 我两只手还要再一次 你就会说他很贪心 不 因为他觉得新手是重新新的 因为他刚才的两个巧克力都吃掉了 吃掉了完到第三次呢 他又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 到了第四次的时候 他又跑过来 爸爸妈妈 妹妹没有巧克力 我帮他拿 对不对 这个例子是什么 说说 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小孩一样 他会跑来跑去的 我们无量节 生生世世的散乱习性 很不容易让我们心定下来 所以你说凡夫 可不可能修第二类跟第三类呢 答案是可以 不过很短 你没办法持续 可是呢 大菩萨 从初地到七地的菩萨 他修法 潘元三摩地的 他一修啊 就可以修很长 可能半天 乃至二十个小时 他可以修很长很长的时间 乃至在摩克波尔波罗密经里面说 第三类啊 无潘元三摩地啊 菩萨在睡梦当中啊 他都在禅定当中 而且菩萨在睡梦当中啊 他也不造呢 违反五戒跟十善的恶业 他连做梦都不会造恶业 也不会犯戒 你看他的梦就很清静的 那我们凡夫呢 慢慢的努力 从色潘元三摩地努力 一直到法潘元三摩地 到无潘元三摩地 这样就到了八地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你就叫做决定自在故 所以观世音菩萨叫什么 观自在菩萨 这样你终于懂了吧 观自在菩萨的意义很深的 好 再接下来看 第九 请看七十六页 第六行 几二 卑至双云的效果 请看寄颂 一百二十三 诸佛献前住 牢固三摩地 此为菩萨父 大悲人为母 请把父亲跟母亲画起来 请画个圆圈 father and mother 为什么呢 诸佛菩萨讲经说法都要用人间的辟语来做比喻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是谁生的 一定是有爸爸跟妈妈 就算你是试管婴儿 你也要爸爸的这个精子 人不可能呢 说不要爸爸 只要妈妈 你可以生得出来 那是impossible 绝对不可能的 但假如换其他的胎卵诗化 那一定是婴跟羊的能量 他才会出生 比如说胎卵诗化 金刚经你们念过 我简单说 胎生 就是我们嘛 母胎出生 对不对 卵生 卵生呢 像小鸟下蛋 鸟蛋卵生 诗生 诗生是什么 像蚊子 诗气只要很重 只要水沟水很脏 诗气很重 它就产生了蚊子 化身是什么呢 变化而生的 化身第四类有分两类 第一个天上的功德力 而显现的 叫化身 所以天人有些功德力高的 他不一定由爸爸妈妈肚子里生出来 欲戒色戒无色戒 欲戒色戒还有爸爸妈妈生 到了无色戒的时候 根本没有形象的时候 它是化身的 业力它就显现 还有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 它也是属于化身 这是进佛国土的化身 好 那我们现在讲凡夫 欲戒跟色戒里面都会有男跟女 阴跟阳的能量 所以这诸佛的这个现前三摩地 它用两个来做辟语 辟语是什么呢 用爸爸跟妈妈 叫菩萨父 后面呢 大悲忍为母 所以在讲义里面 你会看到76页第七行 我用框框帮你画起来 对不对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母亲 母亲呢 不但是代表大悲 还要包含着忍 听好这里的忍 不是指忍入 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才叫做忍 请你写下来 心安住于法 如如不动 这才叫忍 你有没有常常看到忍 就以为是忍入波罗蜜 不是 中国古字忍有很多意思 好 所以接下来就要用爸爸跟妈妈做比喻 请看 此上面所说的三种三摩地 现在诸佛现前 现前为你加持 给你鼓励 证明你所修的诸佛现前三摩地是真实的 它包含着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 甚至一切诸佛的功德 也从这三种三摩地里面出生 所以就好像爸爸 可以赚钱养你的家 一家之主嘛 所以叫做诸菩萨之父 了解吗 是比喻的意思 接下来 在这六道轮回里面 你要广度众生 要有大悲心 所以大悲心在六道生死流短当中 你遇到众生 永远不疲不厌的去帮助他 甚至在众生呢 误入到走错路的时候 显暗 就是说本来发了菩提心 要度众生 结果碰到众生很难度 他退了道心 结果变成为 落为身闻跟圆绝地 很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叫危险 前面说过 因为让你退失菩提心 让你退转 为了保护你 不要堕入这样的情况 就像妈妈 妈妈只要晚上 十点你还不回来 他就会担心你 十一点还不回来 就SMS 十二点呢 Where you are 对不对 超过十二点呢 I have to call the police right now 你看妈妈多担心你啊 对不对 妈妈就是怕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啊 堕落了 同样的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也像母亲一样来护念你 护念你呢 怕你深深四肢在福地道上走错路的 所以这个叫做为母 母呢 他后面会介绍 叫般若为母 好 得这个无声法忍的菩萨 在所有的六道轮回流转里面 纵使他成愿再来 在六道 注意 若你从进佛国土成愿再来的话 你不会受苦的 你甚至会像虚音 假如你修得很好的话 是上跟立志的人啊 你会就像虚音老和尚一投胎的时候 是一个肉团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知道的 不要说虚音老舌上 历代的高妈爸 一出生的时候 他就知道 自己过去 现在跟未来 这说明了什么 是人 可以修到这样的境界的 所以在所有六道轮回之苦 以及众生很苦当中呢 他不会讨厌这个六道轮回的流转 甚至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也不会舍弃无上的菩提心 为什么呢 西藏里说 因为所有一切的众生 过去是都当过你的爸爸妈妈呀 所以在西藏灌顶的时候 第一个发菩提心 仁波雀都要跟你说 要观想 我们今天为了等虚空 如母 无量无边的友情众生 来接受灌顶跟教法的 这是很伟大的 那我现在有个举例 假如你现在看到了 一个蟑螂 对不对 你现在有神通了 你看到他 他是过去的妈妈 那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放声大哭的 天啊 我过去的妈妈 养过我 照顾过我 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蟑螂呢 那你当然是他的业力 那这时候你会打吗 你可能打你妈妈吗 不可能的 因为妈妈对你有恩 那你假如这个蟑螂是你妈妈的话 你一定很小心翼翼的把他捧起来 就像了帕皮一样 赶快找个笼子 对不对 把他关起来 然后每天在喂水 妈妈 你希望他赶快出了六道路的众生 现在问题是什么 你看到一切的众生 你看不出他觉得是真的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生不起大悲心 所以你要常常训练 你看一切的众生就像你的爸爸妈妈 这个叫做慈悲观 大称的慈悲观 跟金刚称的慈悲观 那你说 师父这样的话 是不是头下坏去呢 不是 而他转你的念头 那看到男生呢 他过去可能是我爸爸 你对你的爸爸一定很好啊 我举个例子 假如我的外征祖母 外外征祖父 对不对 他已经过世了 我现在会想到他小时候照顾我的样子 我一定很感恩他 很感念他 那时候我们家很苦 外公外婆 外征祖母 对我们都很好 还宁愿自己少吃一点饭呢 然后呢 还给孙子吃很好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以前也很苦过 我最苦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我没有吃素 你知道吗 我最苦的时候吃过什么呢 初一十五 是热腾腾的饭 浇猪油 还浇酱油 什么菜都没有 最多只有一个青菜 还有妈妈或爸爸去市场上 买一个猪腰子 回来切姜片 哇 我们吃得很开心啊 那像现在 hamburger 肯德基 这么多 很多学生呢 孩子还不好 太好命了 还不吃啊 所以我们苦过 所以我们会感恩跟珍惜 所以想回来 假如我的爸爸 妈妈 祖父祖母 外公外婆 他已经过世了 过世以后 听好 在轮回里面呢 他 我为他送了很多金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在地狱 恶鬼出生 可能呢 他也投胎做人了 对不对 他可能在未来 我红法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个我的学生 或一个信徒 他看到我 我也很欢喜 我看到他也很欢喜 为什么 因为轮回 不是只有一事而已 好 现在我现在问你 假如你现在看到一个男众 比你年长的男众 你就觉得他像爸爸一样 那你不是很 真的很真心的去 照顾他吗 恭敬他吗 所以你要常常想 看一切的众生 一切众生 父亲啊 如我的父亲 一切的女众 如我的母亲啊 这样你就会生起 广大的悲心 而且是清静的慈悲 这就是藏传佛教教的 等虚空 如母 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 所以学金刚秤 也是要学大秤的 你没有大秤的基础啊 你每天灌点 弄弄弄 弄弄弄 灌得满头包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法的 很可惜 好 接下来再看 请下面的经文 76页第11行 宜对一切众生 从来不会生起 讨厌的心 厌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排斥的心 第二个讨厌的心 事故你对一切的众生 这里的人呢 你可以写一个字 心非常的有耐性 就像你的孩子 妈妈生的孩子 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很聪明 长大青少年很叛逆 将来长大呢 对你很不孝顺 再怎么样 都是你的孩子啊 你不会说 好的时候 我对他很好 不好的时候 我就恨他 该怎么断绝 母子关系 你不会这么残忍做的 为什么 毕竟好孩子 坏孩子 都是你的孩子啊 同样的菩萨 看一切的众生 就犹如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的心 永远不舍弃一切众生 这才叫清静圆满的大悲心 又 又为诸菩萨母 就有另外一个寄送而说 请看 124 制度以为母 方便为父者 及身及时故 说菩萨父母 他就用辟语 请看你的寄送 我画了两个框框 一个是制度 有智慧 一个有方便 父亲是代表方便 母亲呢 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从母亲的子宫出生的 所以母亲代表一切的智慧 叫般若波罗蜜 有了智慧 又有善巧方便 从你出生开始 一直到你生生世世都受持 这个持是放在你心中去受持 所以这个叫说 菩萨从哪里修呢 用辟语的话 就是一个是般若波罗蜜 一个是方便波罗蜜 这 前面看这里 123宗 他是用三摩地作为父亲 大悲忍作为母亲 这两个作比喻 在这首祭诵 124是智慧 智度 般若波罗蜜为母亲 善巧方便为父亲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第13行 以般若波罗蜜 出生诸佛 菩萨的一切的教法 所以佛说 般若波罗蜜为菩萨的母亲 再看 诸菩萨的母亲 虽然有般若波罗蜜 可是为了道价慈航 广度众生的时候 众生无量 所以你要学很多 世间的知识 技能 很多的善巧方便 这样你才能够帮助众生 最有名的就是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千手千眼手上拿这么多东西呢 千手代表知识 千眼代表智慧 所以我有时候想 假如现在 我们要千手千眼的话 应该观世音菩萨 右手拿一个mobile phone 左手拿一个computer 对不对 他才能度现在的众生 其实这是象征的 他为什么要打 以前的弓箭 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代表善巧方面波罗蜜 菩萨有了波尔波罗蜜 跟善巧波罗蜜的时候 才不会让所有的众生 走错到 声闻跟圆觉的 二层的危险的彼岸 所以持世菩提故 说善巧方便波罗蜜 是为菩萨的父亲 请看幻灯片 好 我就把它播出来 波尔波罗蜜 是代表菩萨的母亲 善巧方便 为菩萨的父亲 请背起来 因为这一片 我要给你看图片 请看 藏传佛教 以及东密 修行的人都有法器 你看我们大乘 修行的是什么 木鱼跟隐庆 钟跟骨 这是大乘 可是到了东密 跟金刚乘 怎么象征着波尔波罗蜜呢 象征着善巧方便呢 就是灵跟楚 它的意思是很深的 就是代表这一段的意思 代表我今天要讲的 这卑制结合的三摩地 好 这是东密跟西藏 藏密跟东密 都要修的两种法器 先看 金刚楚 楚代表什么 善巧方便 对不对 这是代表菩萨父 善巧方便 接下来 你看 母亲呢 代表波尔波罗蜜 代表金刚 灵 因为灵可以出声音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的 好 那叮叮当的声音是什么 代表空性的声音 所以 金刚灵 代表菩萨母 代表波尔波罗蜜 所以你多读一些大乘佛法 你就觉得这些不会很奇怪啊 它有很深很深的意义 接下来看 佛经里面 也有波尔波罗蜜 佛母 它长个四个手臂 可是呢 右手拿领储 左手拿摩赫波尔波罗蜜 经 所以大乘里面呢 你读大方 读的大波尔经里面 也有讲波尔波罗蜜 佛母 这是藏传佛教的探卡 了解吗 好 再看下面 所以西藏的人 或东密的人 为什么念珠上面都会挂技术器 里面也有技术器 可是我们大乘人就看 好奇怪哦 一个 那是什么 代表一个菩萨的智慧 一个菩萨的善巧方便 所以为什么它念珠上面就有 金刚灵跟金刚处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是开佛教文物店 你知道吗 师父不是要拍你吗 我只是告诉你 它有很深的意思 代表 卑至双运的意思 不然它挂着干什么 它有经文依据的 好 现在这张图片给你看 补充一下 在眼根对色尘当中 假如你是看莲花 注意听 莲花的话 这叫眼根对色尘 有一种方法 不是看莲花 看什么 看莲花水中的倒影 了不可得 这个是一种观空性的方法 空观有很多 彩虹也是 对不对 观烟火 今天听说是新加坡的国庆日 全世界跨年跟国庆日的都会放烟火 你看烟火 嘘 蹦的一张很漂亮 对不对 漂亮到最哪里 了不可得啊 这个就叫空性 所以观空性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假如你看着莲花的实体的话 那是眼根对色尘 很好 可是假如你看着莲花里面的倒影的影子的话 那是观空性的另外一种方法 这跟大家分享 好 接下来看几三小节 我终于快要讲完了 请看 七十六页第十七行 问曰 菩萨以多少的福德能够得到 无上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呢 这是龙树菩萨问的题 答案呢 要集很多很多很多的功德 请看一百二十五 少少积聚的福德啊 你是不可能得到 无上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的 你的福报呢 要像呢 一百座的虚弥山这么广大 你这样殊胜的福报啊 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 请看下面 菩提者为一切智顿号智 就是佛得到一切智 而且也得到根本智跟厚德智 所以这个字不是打错 一切智顿号的各种殊胜智慧 初世间的智慧 这种智慧呢 与无因之等 因之是什么 我们一般知道呢 都是有概念的 像虚空 可是事实上虚空啊 天空 请问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 天空有多大 你很难回答吧 你会问我 师父哪里的天空 新加坡的天空 跟台湾的天空 不同一样的吗 同一个吧 好那我问你 天空有多大 你下次试试看 你问小朋友 天空有多大 他会说这么大 羊娃娃这么大 好 再问类似一个问题 假如小朋友问你 爸爸妈妈 我们住的地球 有多大 你会怎么回答 假如说他是 三岁跟五岁的小朋友 不要 五岁跟六岁好了 上kindergarten 幼稚园 你一定会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 佛桌上面 那个圆圆的苹果 供佛的 就像地球 就是这样圆圆的 小朋友说 圆圆的 他就走了 那你也没有说法 其实没有 你是依他 所理解的范围 而说的 对不对 所以苹果 那样圆圆的 只是一个庇域 请问我们地球 是不是圆圆的 对 没错 这是用庇域说 好 那我现在问你 假如你现在有个学生 已经读了 小六 或是小五 然后问上课 爸爸妈妈 我们地球 到底长什么样 有多大 他说那好了 来 我带你去 Takashimaya 有书店 对不对 买一个地球仪 给他看 转了半天 你看吗 地球就是这样 他终于知道 地球上面有五大洲 我们新加坡在哪里呢 找不到 只有一点 不过新加坡很出名 对不对 好 现在 假如有一个人 已经上了大学 上Science 科学的课 或是他上了硕士班 或是博士班 那他问教授 请问地球是怎样 他就会放幻灯片给他看 地球外面呢 有太阳层 有大气层 我们有地球的表面 有地球的核心 里面还有火山爆发 哇 他讲很多很多 细微的科学名词 可能你从来都没听过 那我现在请问你 这三种情况 哪一个对 怎么没有声音 对 全部都对 好 不错 各位考试通过了 答案就是这样 虚空有多大 就是这样 你懂了吗 虚空是以你的心去感受的 你看小朋友你跟他讲 地球圆圆的 那是最粗浅的概念 没有错啊 其实你跟他讲太多 他也听不懂 对不对 其实他就问你 爸爸妈妈地球有多大 就像你吃的那个苹果那么大 嗯 他很满足 对不对 小五小六 你带他去书界买一个地球仪 也要看到 他一样还是圆的 可是圆的当中 他有更细微的细微的知识 跟细节 他知道地球有五大洲 而且新加坡呢 是在这个马来西亚最底下的一点 还点不太清楚 对不对 他终于很清楚了 英文讲more detail 等到你呢 上了大学 或是硕士或博士 你知道了很多 有大气层 太阳 光 照了辐射 还有 对不对 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内部 还有地球的核心 还有火山爆发 还有河流 还有岩浆 这么多细微的科学名词是什么 就更细节 同样的 佛证悟的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是这样 他对人间说法 一定是人能理解的范围 对天人 以天人的智慧 对菩萨 讲菩萨的智慧 事实上呢 菩提心 就像虚空一样 广大 无边 所以因之 与虚空相等 虚空是什么 虚空是无有边际的 因为无有边际 所以菩提心 也无量无边 你终于听懂了吗 因为这很深 其实我这几天 都很认真的在 准备啊 我也思考啊 我在想用什么 屁欲要让你懂 这么深的菩提之良论呢 这还是菩萨的智慧啊 一定可以 慢慢慢慢来 所以菩提心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 所以为什么 当你发菩提心的时候 功德会震动 三千大千世界 在《华言经》里面 叫初发心功德品 若有一个人 很虔诚的合掌啊 念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量试愿雪 佛道无上试愿成啊 你很虔诚的念一遍啊 你虽然看不到 你头上会放光啊 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 但是问题是什么 念完以后 你的光就没了 因为啊 你没有禅定力 你的心啊 没办法保持 所以你为什么 训练你自己的念头很重要 为什么训练 大乘的三摩地很重要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怎么训练呢 来注意听 又用镜子做比喻 我很喜欢禅宗 这个镜子的例子 我们要让自己呢 证悟到无上的这个功德啊 证到这个大乘三摩地 有两个方法 简单说 第一个 灿除业障 就像你镜子上面的灰尘 你要擦 你要灿除很多的恶业 你要诵经念佛 做很多的功德 这是灿除你的障碍 第二个 要积聚福德跟资粮 福德跟智慧的资粮 记不记得我前几天举了一个 你为什么不投开 做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儿子啊 还有你为什么 不会投胎到南非啊 做难民呢 那是因为你的福德因缘不同 所以从这两个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 要成佛啊 真的是要积很多很多的智慧 很多很多的福报 跟很多很多的功德 你的心才会显现的 了解吗 所以也就是讲各位真话 从你听菩提自良论之前啊 过去生先不说 从你这一生开始归一三宝 做了很多善事 做了义工 上了佛学班 然后出了很多钱 流通法宝 做功德 超度 所有的功德啊 都没有空过 你今天才会听到 这样殊胜的正法 所以你要感恩以前的 所有一切的因缘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善知识 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给你这个身体 要感谢呢 出示世间的老师 教授你知识 跟技术 你才会有工作 假如你学了佛法 你还要感谢出家的师父 跟老师 这三个人 都要感恩 我也要感恩这三类的人 因为没有这三类的人啊 我不可能坐在这里 为你奖金啊 从小我的爸爸妈妈 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教育我 在学校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福报 我不管读什么 读数学 英文 国语 或科学 Science 或是历史 我都遇到全校 最好的老师教我 我以前不知道我为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多生多结 都是法师 我多生多结 都当老师去教别人 所以当我一投胎 做娃娃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老师教我 而且我也蛮可爱的嘛 很多老师都喜欢我啊 对不对 出了家以后呢 我大乘有很好的老师 教我大乘的佛法 跟进佛国土 到了金刚乘 我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所以我很感恩 其实这也是三宝的加持 也是你自己修来的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 也应该教你的孩子 懂得做人 世间的知识 只能让你知道知识而已 所以作为一个孩子 佛教徒 第一个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 如果没有生你的话 你是不可能来人间的 虽然你的爸爸妈妈 可能没有你这么用功 但是你还是感恩他 他养你很辛苦 第二 也要感恩世间的 所有的老师 对不对 请问 小学的老师 中学的老师 高中的老师 跟大学的老师 我来调查一下 小学的老师还在的人 你有跟他联络的请举手 假如他往生 那就没关系 中学的老师 你还跟他联络的请举手 高中的老师 或者大学的老师 老师还有跟他联络的请举手 各位呢 出家的师父 或教你佛法的老师 还跟他联络的请举手 那其他没有举手的人呢 怎么办 你跟谁联络啊 跟自己联络 所以假如你的老师 在世间的话 你要永远感恩他 你要感恩 所有一切的善知识 对不对 就算他是不是很好的老师 你也要感恩他 为什么 他实现一个不好的老师 告诉你 我将来不要做坏的老师 你还是要感恩他 所以最后总结 请看 以有边的福报呢 是不可能得到佛 无量无边的智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少少的功德 少少的福报 是不可能得到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敌的 云和要得到 像一百座虚明山 这样广大的福报呢 答案只有一句话 积聚的生生世世 不中断 永远不退心的去聚聚 而且很努力的去积聚 福得智慧跟愿力的资粮 你才能够得到 大正的三摩地 所以当释迦摩尼佛 看 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世界成佛的时候 他是多生多结 修福修会 天上的菩萨 天上的天人 乃至所有人间的人 都礼拜他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一句话 淘汰率太高了 我第一次读 释迦摩尼佛的传记的时候 我很感动地流眼泪 尤其是五着二世 结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中 释迦摩尼佛在这里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不提 他在无量劫当中 很多人都被淘汰了 可是释迦摩尼佛 是永远不退到行的 所以他成佛了 也因为他成佛了 所以诸佛都赞叹他 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你太难的 五着二世的众生太难度了 可是你的大悲愿力却在这里度众生 所以释迦摩尼佛 也是多生多劫的修福修会 绝对不是只有一事的 第二你看 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全世界华人里面 不管是雕像 画像 造像 寺庙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 那也是他 释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对不对 你们都读普门品嘛 释多千亿佛 他奉识过一千个 一亿个老师 都生生世世跟他学 释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多生多节都发广大的愿力 那想一想 我们才修多少 对不对 所以最后只要鼓励大家 永远不要退到心 好 所以 这一次 菩提自良论的讲座 卷第三 我全部讲完 菩提自良论有六卷 从第一卷到现在 我讲了五次 终于全部讲完了 那下一次在明年来的时候呢 对不起 我飞机就会开得越来越快的 我准备呢 后面三卷呢 用四次就全部把它讲完 那我就可以暂时得到解脱了 好 现在请看下面转念这篇文章 好 转念头很重要 我想多讲一点 问题呢 有些我待会会回答 请看九十一页 昨天讲恶念生起 今天讲善念 有时候你用东一贯的时间 哎呀 你开始觉得 佛法太好了 我恶念越来越少 法喜充满 你就走路轻飘飘的 然后你就会告诉我 师父啊 我好像看到光 师父我好像看到能量 师父 我好像做结院的时候 我很容易看到别人 动什么念头 我都知道啊 你干嘛去看别人的念头啊 你不看自己的念头 对不对 有很多句子来说 师父你每一年来要 金光彬彬彬彬啊 那有怎么样呢 有一类的莲友 都一听很奇怪 就过去多声多结的 不太好的习庆 很喜欢磁场 很喜欢能量 还呢 动不动呢 计较的 哎呀你带着念珠哦 那个磁场很好哦 我告诉你哦 你修得很能量很高啊 讲这句话的 都不是正知正见的佛弟子 你为什么都去看别人的念头呢 你看别人的念头 你不会了生死的 你要看自己内在的念头 所以下面讲一说 师父啊 我告诉你啊 我最近觉得磁场能量变了 我一进商业精神 牵手观音菩萨对我微笑 我说笑你的头啊 那是你的妄念 所以你必须学习经论 不要总是抓一些 这回答 这些 抓不到的东西 我讲一里面呢 我可能会很不客气跟你讲 Shut up No energy No anything 为什么 其实我是要破除你的执着 因为你总是去抓一些 这种人啊 应该常常劝他去读 金刚经 或心经 或般若经 尤其有些众生呢 动不动来见我的时候 师父 我旁边有没有那个啊 我说哪个啊 有没有那个啊 有没有鬼啊 我说你心里有鬼啊 你要真的有鬼的话 你不会这么健康的来见我的 师父是三宝弟子啊 对不对 我头上是金刚成成棍的啊 对不对 我念华严经是有很多佛菩萨的 你们也有啊 所以你不要去疑神疑鬼的 所以看 幻灯片 很多人总觉得 他要抓一些特殊 而且是别人没有的东西 他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其实这是妄念 尤其是修禅修的人 动不动啊 我告诉你 师父 我这样一坐 一瞄就看到了很多 那有问题啊 你干嘛不带去买望远镜呢 那瞄得更多啊 天文台啊 那个望远镜啊 还可以看到日时跟月时啊 所以学佛要有正知正见 不要总是抓一些别人没有的 因为你怎么样 你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show up是不好的 炫耀 其实这些东西老实讲 它是存在的 当你真的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你头上是会放光的 你虔诚的念诸佛菩萨的名号 你身上也是会放光 但放光又怎么样呢 我刚才不是说吗 当你很虔诚的发四红誓愿的时候 山河大地六遍震动放光 三秒钟以后没了 头就暗了 为什么 你没有禅定力嘛 你没有大乘的三摩地啊 假如你有巨细的大乘三摩地 修得像虚音老和尚这样的话 那天龙八部看到你 他都会顶礼啊 对不对 虚音老和尚你看到吗 很多人啊 我甚至听过外国的人啊 看到虚音老和尚照片 没有见到他的人啊 他都会感觉心很清凉 为什么 虚音老和尚的功德里 你看他的相貌跟图片 你可以感受到他有修戒定会的功德 台湾也有一位叫参元法师 参元法师 他也是持戒念佛 我没有见过他 但很多人见过他 很多人见到他的时候 就像看到阿弥陀佛一样 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修来的功德 所以这些磁场能量是存在的 不要去炫耀 不要去执着 把不要执着跟不要炫耀画起来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可以执着 注意听 答案是执着 会障碍你开悟 执着 会障碍你开悟 我没有写在这里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 执着 任何的东西 都会障碍你开悟 举个例子 《金刚经》里面讲 释迦牟尼佛说 若圣地只证了阿罗汉 他不会有一个念头 我是阿罗汉 假如这个弟子是有 我是阿罗汉 他绝对没有证到阿罗汉 为什么 因为他有我执 跟我的念头 真正证到阿罗汉 是我都没有 所以他也不会觉得 我是很了不起的阿罗汉 证到阿罗汉的时候 他自己知道 我真正证到了阿罗汉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从佛经讲的这个清净道论的 这七番生死降修 修到最后 我断了烦恼 的确证到阿罗汉的功德 可是他不会有一个我的念头 说 老兄 你不知道 我现在证了阿罗汉 我是圣人 你应该供养我 他不会有这个念头 所以注意听 真正的圣人 是越谦卑 越谦卑越好 越慈悲 心越柔软 越看不起 那才是真正的圣人 很多你们看到很多广告 炫耀自己 其实那都是假的多 所以为什么 执着是会障碍你开悟的 再看下面 有些人善恶的念头 经过长期的调伏后 第九十一页 第十一行 他呢 烦恼真的会比较淡 他真的很用功 可是他开始会执着于 细微善的念头 可是他不察觉 这里说 善的念头 不是直 就是说 他不像一般的佛教徒 贪嗔之很强 他真的是很清净 很用功的佛教徒 但是呢 他会非常执着 自己呢 哦 我告诉你 我修得不错 我有很多善念 举个例子 在这个 幻灯片里面 我就有举一个例子 有没有 我没有把它打出来 请各位看 九十一页 第十四行 我多年前呢 在新加坡 双灵寺红法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连友呢 非常执着 他很精进 可是我确定 他今天没有来 所以我开始讲这个故事 把他听到不高兴 他非常的用功 我讲经有很多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 他听到我讲经 人劝要发大愿 做功德之前 都要在佛前发愿 所以这个连友就很执着 每一次呢 他我来讲经 他都一定要来供养我 有一次呢 我无意中在等身座 然后坐在外面 他就很高兴地跑到前 师父 我可不可以打扰你 我要供养你 他就在我面前 愿新红法师 长久注释 一拜 愿新红法师 我代表马来西亚 所有的连友 请你以红法 愿正法久注 佛日真辉 法文长转 然后我跟他说 你不用在我面前唱吧 你看后面 还有这么多的人啊 对不对 要等着供养我 而且快要讲经了 那你可以快一点吗 我等一下 师父 你要有耐心啊 你叫我们有耐心 怎么你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我愣了一下 然后呢 我跟他说 师父你不是叫我发愿吗 你是三表的宝像 你一定要给我五分钟 我说 你不要急 你不要那么执着 你在佛前面发愿就好 就跟他讲 你回头看一下 有这么多的老菩萨就等着 而且他们不方便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虽然说发愿很好 但是你不要那么执着吧 听好 这个人他真的有善念 不是没有 他从马来西亚很苦 在新加坡 他呢 还听闻佛法 他也做了很多功德 他真的有善念 请佛注释 长转法轮 对不对 请你去马来西亚弘法 愿世界没有灾难 这些都是很好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呢 唱很好听 像呢 Drama 就是歌剧一样 他讲了很多 他执着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 他就希望我赞叹他一下下 可是我就是很酷的 不讲任何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我赞叹他的话 他头都昏了 所以呢 我什么话都没有讲 结果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就走了 从此以后 他好像也没来听我讲经了 那也好 这样的众生也很难成佛的 为什么 他执着善念 他要人家的鼓励 他要炫耀 听好 其实他不是没有善根 但是呢 请看幻灯片 这叫有所求的执着 我不是不鼓励人的 我会鼓励人 待会我看状况 对不对 他不用在所有的面前炫耀嘛 所以发愿 听好 是善念 但是答案是 不要总是在这善念上 抓着不放 这对你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执着善念 也会障碍你开悟 我再讲一遍 因为执着善念 也会障碍你开悟的 好 再讲一小小段 悲伤的念头 请看九十二页 有时候 有时候你用功了一段时间 没有恶念 也没有善念 然后呢 师父问你说 你好吗 很好啊 师父 茶来张口 饭来张手 对不对 你说我有恶念吗 也没有 你说我有善念吗 也没有 可是你发现啊 你心中有没有后悔的心呢 悲伤的心呢 答案是有的 九十二页 原来什么呢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啊 十年前我说做的事情 我到现在还放不下 这个也是很大的障碍 悲伤的念头 过度就变成什么 就是忧郁症 其实忧郁症没有什么 我举我桑野经社 有一个联友就是这样 三五年前呢 他先生带他来见我 也是忧郁症 然后呢 他先生很虔诚 学佛 后来听我讲经 那他太太呢 就刚才来见我 他很紧张 他第一句话要问我 师父 我的太太有忧郁症 你帮她看一看吧 我说看什么 他旁边有没有那个啊 哪个啊 我说你旁边没有鬼啊 他终于很高兴 我终于没有鬼 我说你心中有鬼 恐怖鬼 打妄想的鬼 贪心的鬼 计较的鬼 小气的鬼 这些鬼才比你旁边的鬼怕 后来呢 他放声大哭 哭了一下 我又给他tissue paper 我哭完了 好吗 他说师父 我很高兴 我终于知道我旁边没有鬼 我一直旁边觉得有鬼 我做很多事情都不顺利 都好像有人障碍我 我很努力的做 老板就是骂我 我很努力的做呢 那同事就讲我的八卦 我总觉得有幽民借送生生来煽纳我 我说没有 所以我就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念一念又很发心 他就来上我们的佛学班 最后呢 他就跟我们去印度朝圣 他就见到了 干嘛吧 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们现在夫妇两个呢 都是我们商业精神 非常优秀的干部 三五年来 勇猛精进的修福修会啊 对不对 上班啊 工作啊 共修啊 上课啊 对不对 人生很短啊 哪有什么时间打妄想啊 所以忧郁症的人是什么呢 简单的讲 心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没有信心 还有悲伤跟难过的事情 永远放在心里 像炒米粉一样 一直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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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了十遍他还要再炒 所以他就觉得忧郁症 哎哟我不行了 我可能活不过今天了 哎哟我可能要自杀 老公拉着我吧 拉着我吧 其实看你手上带这么大的转件 你是不会跳楼的 很多人啊 是放不下 只是拿忧郁症跟自杀来吓别人 这是不好的 不过讲到追跟究底呢 是他悲伤的念头 所以这里讲 都是一些忧郁症 就是一些悲伤的记忆 没有信心的过程 生命失败与挫折的经验 而且他把这些鱼吃项 把它扩大 这就是忧郁症了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这个例子很好 各位有没有练过书法 书法里面呢 当你写个书法 这是白纸 你不小心在写 假如沾墨汁 滴了一滴了下去 你怎么办 赶快拿卫生纸把它吸干啊 不然它都会扩散的 对不对 正如各位有练过书法的话 没有的话你回家试试看 对不对 滴一点滴的墨水 然后它就扩散了 所以 其实 所谓悲伤的念头 就是这样 师父用这个例子 告诉你是说什么呢 不要让它扩大 请看92页第14行 请把它画起来 不要让你的悲伤念头 一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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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我们在一般厂里面 我们会拿卫生纸把它吸干 它就不扩大 同样的 我们悲伤的念头 就像墨汁一样 一滴 你要透过呢 指观 透过诵经 受过禅作 透过念咒 透过界定会修行的力量 让它不要扩大 那有一类的联友 特别注意 他很喜欢重复 重样一桩饰 哎呀 某某某啊 我最近心情不好 I need to talk to you 这样子 然后呢 看到另外一个人呢 哎呀 师姐啊 你很慈悲啊 我可不可以明天 跟你喝咖啡啊 又再重复一遍 第二遍 然后明天又看到师父 师父我要make an appointment 又再讲一遍 超过三遍就不要讲了 讲那么多做什么 讲太多 不会改你的业 修持才会改你的业 记得这段话 所以 假如你 联友跟联友之间 注意 假如你关心他 他这个人一直 切碎念 切碎念 连三遍 你就跟讲 师姐不要念啦 你把这念的时间 去念观世音菩萨吧 你应该这样呵斥他 提醒他 这是有智慧的慈悲 为什么 注意听 假如他碰到A 他就念一遍 碰到B 就念一遍 碰到C 再一遍 他满脑子都一直在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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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满脑子里面都没有佛 那这样断气的时候呢 就这样 呆呆的就走了 知道吗 他满脑子一切都是那些记忆 其实他根本没有正念正知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你想想的话 哪一桩事情 会在你心中 一直重复三次 重复三次以后 他就会变成梦境 师姐请不要讲话 我在讲经 你讲话 这是不好的因缘 专心听 假如你一直重复重复重复 听好 你的记忆当中 满脑都是不好的记忆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曾经做一个噩梦 一生中重复过三次的话 那是很重的恶业 你要忏悔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我曾经碰到莲友 小的时候呢 曾经受过一些家庭的伤害 他曾经跟我说 师父很奇怪 我每一次都会做一个噩梦 梦到什么呢 我在一个水壶里面 水潭里面 很多很多的漩涡 我每次就掉进去 我怎么喊 我都爬不起来 然后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蝙蝠 嘿嘿的这样 嘿嘿嘿 我说有没有声音呢 没有 他就是这样瞪着我 他说这个梦 他重复去了三遍 他学佛已经十几年了 还是这样 我跟他说 那你过去的恶业 你可能刷过蝙蝠吧 你等过去生了 你自己忘记过 可是你可能放了火 烧了很多很多蝙蝠 所以你永远做了一个 在黑暗的漩涡里面 那就是你的业 你掉进去很深很深 爬都爬不起来 他说他念佛也没有用 然后他喊也没有用 可是这个梦 只要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他就重复出现了 这代表什么 他过去的恶业 所以我叫他拜大悲餐 念大悲神咒 念观世音菩萨 后来他真的很用功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起起伏伏的 有时候他做梦也是很恐惧 我一直鼓励他 连续地做做做做 做了一年以后 他才开始没有这个噩梦 一年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恶业 其实是没有人害我们 是我们自己不了解佛法 习惯性地一直重复 了解吗 你当然听好 我师父讲这个问题是 不是说你不可以问别人 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请教 而是说当你发现你自己呢 都一直在重复一个故事 都是悲伤的细节的时候啊 对不对 就好像演呱喜一样 一看到他又开始哭了 就开始一直讲 他可以唱很久的 你唱半个小时 你干嘛不去念半个小时 普门品跟 on money be me home呢 所以怜悠跟怜悠之间 跟自己对自己之间呢 重复三次的话 这悲伤的念头 就像掉下来的墨汁啊 它是会扩大的 这样对你来讲是不好的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看幻灯片 若是每一个人都重复的话 对每一个人都是重复的时候 其实这是很大很大的烦恼 只是你不察觉 今天你修了禅修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是这样的 那要很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自己学得很好 上课的脸友都对我很好啊 我的脸友都不错啊 其实你不了解 其实你已经失去了正念 这是很细微很细微的地方 师父若不很谨慎地跟紧你解释啊 你是不容易察觉的 我怎么知道 就因为我还有一个人都不太阳 拿着我来的 看吗 看吗